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厨房里面用的这个水池 有的时候呢 你这个食物残渣呀 什么东西的 掉到这个水池的这个洞洞里面去了以后 它底下一般都会有一个就是处理垃圾的那个像一个大瓶子样的 这里把它叫做是垃圾处理器 叫Gabaggio Disposer 有的时候呢 你里头有残渣的话呢 你把那个垃圾处理器啊 开关打开 它自己在里边呢 就是把这些垃圾粉碎了以后呀 那你水就流的顺畅了 有的时候呢 这些那个垃圾残渣呀 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垃圾处理器里面那个转的齿轮啊 卡住 这个时候呢 你再把这个开关打开的话 你会听到那种闷闷的声音 就是它转不动 它们发闷的声音 正常的声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你要放水下去 不正常的声音呢 它就是发闷的 不是像我刚才那种声音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修呢 其实啊 太简单太简单了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把水管工给喊来的话 一下子几百块钱 它结果它真的是30秒就给你修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讲的啊 这个水池底下装的这么一个像个大瓶子样的垃圾处理器 怎么修呢 关键是去看它的底部 底盘这儿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 镜头移到那儿看看有些什么东西 看 首先啊 这里有一个红点点 这个是一个重制键啊 它呢 有的时候这个 不转的的话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红点点它是凸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呢 你把它摁回去 然后你再开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工作 如果不工作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这个了 这是一个在中心点这儿啊 在中心点这儿 怎么怎么去处理它呢 找一个扳手 在商店里边啊 我们可以买到这种专门 是用在这个垃圾处理器底部啊 给它转动的这个扳手 名字是这个样子的啊 然后其实也不贵 十块钱的样子吧 你如果不买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你家里边一般都会有这种 这种东西嘛 大大小小的 你只要找到一个 能够正好插到它那个孔里头 并且被它那个孔咬住的 给它朝左朝右 顺时针 逆时针的这样 来回搬动就行了 我刚才是怎么修的呢 我刚才就是把这个给插进去 插进去了以后啊 你看 你可以左转转 右转转啊 有的时候它卡住了以后呢 你转不动 你搬不动 这个时候你不要怕 你只要把它给转动了 哎 它它就可以工作了 就是这么左转转 右转转 就修好了 连我自己讲真的 30秒都不到 对吧 正常的就是这种 它之前不正常的时候是那种很闷的声音 好 看 Niye看你有没有没有用 对吧 那种很明显的声音 都不着急 需要我们把它给衣服